作者 按摩师 演播 画骨 服白 后期制作 林恩 第十三集 血脉圣地之中人头攒动 秦晨目光轻轻一瞥 却见血脉圣地大厅之中排着两支队 其中一支呢是那些成年舞者 这些人一般是来血脉圣地进行血脉升级的 或者是血脉修复 血脉觉醒之后会随舞者实力提升而进行提升 除此之外 血脉师也可以利用一些外部材料提升舞者血脉之力 以提升舞者的实力 另外一支呢 则是诸多家长带领的少年 显然是在等待血脉圣地的血脉师进行觉醒洗礼 这位小先生 你是来进行血脉觉醒的吧 你父母呢 没陪你一同过来吗 一个动听的声音突然在秦晨耳边响起 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沁人心脉的幽香 一名身穿白色长裙 身材曼妙的少女 微笑着对秦晨说道 林心柔是血脉圣地的服务员 看见秦晨进来了 一直左顾右盼的 所以忍不住上前询问 小先生 秦晨摸摸鼻子 这称呼真是特别呀 前世他去武裕的血脉圣地总部 哪个服务员不对他毕恭毕敬的 乍以听见这样称呼 有种十分新奇的感觉 林心柔甜甜的一笑 你的年龄比我弟弟还要小 不称呼你为小先生 难道称呼你小弟弟吗 林心柔脸上笑颜如花 服务员的职务枯燥无味 难得见一个没父母陪同的少年 林心柔也就随意了一点 略带调笑道 那好吧 给我安排一个单独的血脉事 秦晨目光还在大厅里转悠 淡淡地说道 小先生 想要觉醒血脉的话 你只需要登进一下 然后排在那边的队伍之后就可以了 今日主持血脉觉醒的 是圣地的陈凡大师 等轮到你啊 你就跟着前面人进去 不需要安排单独的血脉事 秦晨那和大人一样的语气 让林心柔心中想笑 我过来不是让别人给我觉醒血脉的 而是有别的事 你只要给我安排一个血脉事就行了 秦晨知道 对方误会自己了 淡淡地道 林心柔一愣 看了一眼秦晨 血脉事 那可是血脉事替人举行觉醒仪式时 才会用到的房间 里面有一些设施 只有血脉事才能用 这少年 不会是想自己给自己觉醒血脉吧 这位先生 如果你想觉醒血脉的话 最好是找血脉事来给你觉醒 觉醒血脉的仪式是分复杂 一不小心就会对自身血脉造成极大的影响 甚至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你是想研究觉醒仪式 也最好和自己的导师一起 林心柔表情严肃了起来 血脉圣地历史上呢 也不是没出现过这样的事 有一个血脉事学徒 私自给人觉醒血脉 结果呀 给对方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 导致那名少年差点殒命 最终 那名学徒当场就被开除了 并且还受到了圣地严厉的制裁 你放心好了 我只是研究一下觉醒血脉的仪式 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他的你不用管 秦晨挥挥手 语气淡然 一种不容置疑的意味 油然释放 林心柔心中一灵 先前的随意荡然无存 一般来血脉圣地的 都是有求于人 神态往往十分恭敬 但秦晨先前的语气 让他有种不敢回绝的感觉 他在心中已经把秦晨 打上了血脉时学徒的标签 既然如此 阁下请跟我来 林心柔带着秦晨 来到前台登记了 血脉室的租平费用 是一个时辰五百银币 还请阁下在这里签个字 嗯 这是五百银币 秦晨拿出五百银币 签署下姓名 心中却苦笑了一下 这租赁费还真是贵啊 进行一次血脉觉醒 费用是一百 但自己租用血脉室 足足贵了五倍啊 看来考了学院大考之后 得想办法弄点钱了 此时 在血脉圣帝血脉室区域 一个精致的房间里 一名身穿长袍的中年执事 指着血脉室中的仪器 对一名管事模样的人 沉生道 刘管事 这批血脉室 是会长大人 亲自从上级血脉圣帝要来的 是市面上最高级的血脉室了 据说五欲的血脉大师们 用的都是这种 不过这套仪器用起来挺复杂的 目前会长大人也在研究之中 咱们分布啊 除了会长之外 其他任何人都不能用 这血脉室中的仪器 包括其他血脉室也一样 你是负责血脉室的管事 一旦出了问题 我拿你是问 听明白了吗 是 李直逝 你放心好了 我马上吩咐 保证一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刘管事拍着胸脯说道 唉 那我就放心了 会长大人那有点事啊 我先过去了 李直逝离开之后 刘管事惊艳地看着 房中的诸多遗迹 哎呦 市面上最高级的血脉仪 就长这样啊 据说这套仪器 连千分之一的血脉浓度 都能检测出来 甚是牛啊 咱们分布也有这么一套宝贝了 正在刘管事两眼放光 嘖嘖称奇时 一个焦躁的声音 突然从外面传来 刘管事 刘管事在吗 我在这儿呢 怎么了 刘管事走出血脉室 看是圣地的陈凡大师助手 眉头一皱 知道应该是出事了 刘管事啊 陈凡大师给人做血脉觉醒时 一气突然出故障了 你赶紧去看看吧 什么 有这事 刘管事一惊 陈凡大师乃是今天主持觉醒会议的大师 今天所有来圣地觉醒血脉的少年 都由他举行觉醒仪式 要是出了问题 那可绝对是大事啊 甚至会影响血脉圣地的声誉 赶紧带我过去 心惊之下 刘管事顾不了那么多了 急忙跟着对方跑向陈凡的血脉室 一时间 连李直氏刚刚吩咐的事儿 也都忘到了脑后了 在刘管事刚刚离去没多久 林心柔带着秦晨步入了血脉室区域 这里就是我们血脉圣地 血脉室的所在了 这里的每一个房间 都有觉醒血脉的一气 你就在这个房间吧 林心柔随意打开一个血脉室 对着秦晨说道 啊 好 秦晨点点头 刚准备进去 突然目光撇到一旁的房间 脚步微微一顿 这也是你们血脉圣地的血脉室吗 秦晨所指的 正是刘管事刚刚所在的血脉室 林心柔狐疑地看了看 疑惑到 应该是吧 这片区域里的每一个房间 都是圣地的血脉室 不过这个房间之前一直空着 可能是新开的吧 那我就在这个吧 秦晨目光一闪 不等林心柔再说什么 已经走进去 将血脉室大门关上了 林心柔张张嘴 还想说什么 却直接被紧逼的大门堵住了 无奈地转身 走了 秦晨看着上面崭新的仪器 心里暗自兴奋了 没想到大齐国血脉圣地 有这么一套新型的设备 真是天主我也呀 他刚刚站的房间中 血脉仪器是十分古老的版本 早在三百年前就让五狱中淘汰了 这个血脉室里的嘛 嗯 确是五狱当时比较流行的一种 这套仪器呢 不但精度更高 对血脉室要求也低了不少 秦晨本来担心修为太低 无法自我觉醒 现在进到这套仪器啊 一颗心彻底放下来了 随意检查一下仪器 发现没什么问题之后 秦晨熟练地打开血脉仪上诸多开关 一阵嗡嗡声响起 血脉仪迅速地亮了起来 一道七彩流光 流淌整个血脉仪 仿佛霓虹灯一样 秦晨盘息在血脉仪上 一颗心迅速沉静下来 自己给自己觉醒血脉 就好像医生给自己动手术 难度十分高啊 这在血脉时节称得上是一个禁忌 普通血脉时根本不敢做 但对秦晨而言 这根本不算什么 他闭上眼睛 一丝细微的真气 缓缓渗透到面前一块白色水晶上 白色水晶迅速点亮 浮现出一道道晦涩的纹路 伴随着白芒升起 一丝神秘的力量笼罩住秦晨 如皎洁的月光 将秦晨包裹其中 光芒之下 秦晨感觉自己身体瞬间透明了起来 身体的十二条经脉 如同十二根水晶一般 流转着澎湃的真气 紧接着 身体中液根根血脉经络浮现 血气中的力量也开始浮现而出 秦晨目光如电 在自己的血脉力量中感知着 这一感知 秦晨脸色顿时一变 因为他没在自己身体中感受到 丝毫的血脉之力 这怎么可能啊 之前几天 他连续服用醒脉药液 就算是再稀薄的血脉 也会变得无比活跃呀 特别是在这套血脉仪器之下 哪怕是万分之一血脉浓落 都会被感知到啊 可现在呢 他竟然感受不到体内丝毫的血脉 秦晨的心瞬间已沉 如坠冰箍 浑身发寒 手足冰冷 这说明他身体里 没有一丝的血脉 难怪之前几次都无法觉醒啊 这不可能啊 血脉传承来自于父母双方 在远古时代 每个人类体内都拥有血脉 就算随着岁月流逝 血脉传承愈发稀薄 但也不可能出现 没有血脉这种情况啊 秦晨喃喃自语 无法相信 天舞大陆 是有许多舞者无法觉醒 但这不是因为 他们体内不含有血脉 而是因为血脉浓度太低了 可 像我这种身体内 一点血脉都感知不到 这 秦晨像是赤身裸体 站在冰贴雪地里 被一盆冰水从头淋到脚 心中发寒 血脉对一个舞者而言 极其重要 没有血脉的舞者 好比失去爪牙的老虎 就算再凶猛 也无法成为森林之王 在世为人 秦晨承载了太多东西 若是没有血脉 让他如何重临巅峰 向封少宇和上官希儿那对贱人 报仇血恨呢 在秦晨心里 哪怕再稀薄的血脉 他都有办法提升其浓度 并让其觉醒 可这一点血脉没有啊 这 秦晨心中冰凉 上天竟然如此绝情 难道重活一世的自己 竟然要眼睁睁看着上官希儿 封少宇这对贱人逍遥法外吗 不 秦晨心中利好 我不信 我不信自己一点血脉都没有 秦晨冷静下来 疯狂运转九星神力诀 澎湃的真气在他体内激荡 催动他浑身血液也都沸腾了 血尽之术 一道诡异的血色纹路 突然在他身体中浮现 血液中的力量越来越强 他不断用真气控制血脉仪的操作 整个仪器七彩闪耀 血脉探测功能被提到了最大 可是呢 任凭秦晨用何等方法 他还是感受不到丝毫血脉之力 就在他心中绝望时 突然 当九星神力诀运转到极致时 一丝淡淡的光芒在秦晨血脉中 突得一闪而过 秦晨心中一个机灵 这是 那一丝蓝色光芒极其微弱 但绝对是一种血脉之力没错 秦晨像是溺水之人 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竭力运转真气 欲将那丝蓝色力量补出 这一刻他咬着牙全神灌注 精气神瞬间凝聚到一个点 让秦晨没想到的一幕发生了 眼前的血脉颜色突然变混了 他仿佛感受到某种奇异的召唤 内心突然沉静下来 进入了一个古怪的境界 心中仿佛有一缕清风吹过 透明澄澈 没有一丝沉念 同时 秦晨脑海中古朴的小剑突然浮现 古朴锋利的剑刃 发出一阵奇异的鸣响 秦晨的眼前瞬间一片湛蓝 仿佛置身一片雷霆的海洋之中 一股可怕的气息以它为中心 瞬间冲天而起 穿越大齐国王都 直入云霄 这股力量穿梭于虚实之间 整个王都竟无一人能感受到 然而 就在这股力量冲入天际的瞬间 整个大齐国上空 响彻了惊人的雷鸣之音 所有大齐国强者都被力量所震慑了 惊骇地看着头顶的天空 有生之年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浩荡的闪电 密密麻麻一片 交织如蜘蛛网 在短暂的一瞬 整个大齐国上空化为了雷霆的海洋 释放出了一股毁灭的末日气息 恐怖的微压凌空而下 似是雷神震怒 将天地化为雷霆的海洋 而最让人心惊的是 这股微压感不仅覆盖了大齐国王都 甚至覆盖了整个西北五国 怎么回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好可怕的力量 这到底是什么 难道是某位武帝强者 路过我大齐国吗 雷霆灭世 是哪位强者 千军必义 军临天下 从血脉圣地分布到王城 再到整个大齐国 以至于整个西北五国 全都陷入了惊恐之中 所有的强者都抬起头来 看着天空可怕的异象 至于大齐国都的强者 更是感受得最为清楚了 这股恐怖力量之下 修为越高的人 被压制得愈发厉害 几乎要匍匐在地 难以动弹了 所幸的是 这股力量来得快 去得也快 眨眼功夫已经消在一空了 所有人身上一清 长长地松了口气 漫天雷光 像是潮水般褪去 瞬间消散得一干二净 重现朗朗乾坤 血脉室里的秦晨 默地睁开了眼睛 他也被那股 突如其来的力量 惊得是目瞪口呆呀 此时他的血脉之中 一道渗蓝色的雷光 穿梭游走 犹如一条蓝色小蛇一般 灵活而神秘 刚才那股可怕的威压 竟然是我血脉之力 释放出的 这究竟是什么血脉 秦晨前世纵横五欲 见过的血脉千千万万 却从未见到一种血脉觉醒 竟然会引得 如此恐怖的天地异象 就算传说中的九品血脉 也不可能释放出 这般的威压呀 可是呢 当秦晨将精神集中 在体内的一道雷光尝尸 却发现这道雷霆之力 极其的微弱 仅仅只是最弱的 一品血脉 这究竟怎么回事啊 先前我血脉里 明明一无所有啊 如今却凭空出现 这一道雷霆血脉 而且 刚刚那般恐怖的气息 明显就是我体内的 一道雷霆之力散发的 为什么平静下来 就只是一道一匹血脉 血脉之力 只能提纯 无法凭空制造 刚刚这种无中生有的现象 哼 即便是血脉圣地中 那些老家伙 恐怕也解释不了吧 先前诡异的一幕 让秦晨这个前世的 巴基血脉黄尸 此时也是疑惑不已 他隐约感觉到 现在自己体内这道雷霆血脉 跟脑海中那道古朴小剑 以及九星神地诀 隐隐有一种神秘的联系 或许啊 他能够重生在这三百年后 与其真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但不管如何吧 自己终于觉醒血脉了 这道血脉虽然从气息上看 仅仅只是一品血脉 但经历过刚才那一切 秦晨可不认为这道雷霆之力 真的只是一道 不堪一击的一品血脉 雷霆血脉吗 真是让我期待呀 秦晨的嘴角勾勒出一道弧度 接下来 他盘坐在血脉仪上 利用血脉仪的特殊检测能力 感知体内的雷霆血脉 蕴含雷霆之力的古怪血脉之力 清晰地呈现在秦晨的感知之内 微一催动 劈里啪啦 秦晨身体表面瞬间覆盖了一层蓝色的电网 电弧交错 发出劈里啪啦的暴鸣之声 凝 突然 秦晨睁开双眼 恐怖的雷光瞬间凝聚在他右手 在他全面上形成一道电光雷网 一拳轰了出去 强劲的拳气轰击在地面上 瞬间炸开了 仿佛引爆了一个火药桶 释放出无比恐怖的冲击波 诶 这威力 这道雷霆血脉 气息虽然仅一片 但论起威力 似乎不弱于那些三品的血脉 奇灾 怪灾 秦晨又仔细研究了片刻 发现这道血脉 无论是属性上还是威力上 都相当于三品血脉的级别 明明只是一品血脉 威力却相当于三品血脉 秦晨前世在血脉方面造诣惊人 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特殊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